Lun保堅尼賽道體驗 在泰國Berry Ram United國際賽車場舉行 這個在2014年揭幕的賽車場 是泰國首個符合FIAGray-1 和FIMGray-A賽事的泰國賽車場 這個在2014年揭幕的賽車場 和賽道設計都非常理想 全長4.554公里 由7個右彎和5個左彎組成 有足夠的大直路發揮速度 最長的直路有1公里的長 配V10引擎 極速輕易超過320kmh的Hurrican 1公里的大直路 就很輕鬆可以去到230公里以上 同時又有不同的彎道 考驗車輛和車手的技術 的確是一個很適合作為測試 和體驗Hurrican的終極生物的場地 廠方為這次的賽道體驗 預備了Hurrican的四驅 後驅和開逢型號 讓大家可以在賽道上比較一下 不同型號在賽道上的表現 Hurrican的四驅和開逢型號 說明都是四驅 所以砧彎很穩定 好像是任砧都不會掉 不過當車速太高入彎 難免都會出現轉向過小的推頭現象 但勝在配備了陶瓷煞車碟 就算Laybrake入彎 甚至過重brake 都不會容易出現鎖胎現象 換言之 就是對駕駛人的砧彎技術寬容度比較大 技術普通的駕駛人都可以輕鬆發揮七成 甚至八成的性能 0至100km per hour 3.4秒的LP502 是Hurrican的後驅型號 對駕駛人的技術要求就比較高了 配備專為後驅而設計的電子穩定系統 可以做出Power Steering的脫尾定彎動作 由鈦盤傳來的路面訊息是非常強烈的 操控的溝通性和預見性都非常之高 但同時後輪亦都非常敏感 加上標準配備只是普通的通風煞車碟 制動性能當然不及陶瓷碟那麼強大 瓷制動入彎就比較容易出現鎖胎 而令到後輪有點震 同時亦都會容易出現脫尾的情況 如果選用了Corsa賽道模式 車上的電子穩定系統 就能夠很巧妙地令到後輪可以脫尾 而車架仍然受控 如果你已經有一定的track day經驗和技術 在賽道上開後驅的LP502 會有更大的樂趣 除了在賽道激視Huracan 廠方又特別安排在濕地上 體驗Power Steering的脫尾吹彎動作 讓大家感受一下 580匹馬力後驅Huracan的霸氣表現 另外亦都有比較少疑科的妖雪高筒比賽 不過開著580匹馬力超級跑車急轉彎 其實一點都不少疑科 要有一定的控制油門技巧 否則很容易會脫尾 這次賽道體驗 在廠方賽道活動規格純屬賽道初級體驗 如果你想進身成為車手的話 廠方另外有中級賽車 和正式車手培訓課程可供選擇 要成為林寶堅尼GT大賽的車手 已經不再是職業車手的專利 正常的紀念 駕駛 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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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